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幹嘛 貨車駕駛左手伸出車外 打後方騎士安全帽 嚇得目擊者大聲尖叫 18號晚間福州橋上 因為施工車道縮減 所以掉撥車道 造成汽機車並行的情況 南騎士一忍再忍 因為對方實在太過分 直接下車強行打開貨車車門 要駕駛下來 這時騎士靠近卻聞到 駕駛身上飄酒味 疑似酒駕雙方爆發 拉扯衝突 民眾 招隊龍酒駕B車的行為 那當時 當天也要到我看守來報案 因為按喇叭爆發行車糾紛 駕駛B車行徑惡劣 也難怪騎士無法韌氣吞聲 三地軍文官 葉偉鄉新北報導